少年的成长 如同一颗玻璃做成的星球互相运转 不同的星球像星星一样在空中相互回应 但玻璃发生碰撞时 只能碎裂吗 少年啊 来我的玻璃星球做做 你很特别 也很漂亮 欢迎你来收听玻璃星球 我是马士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想要花时间来跟你聊聊所谓焦虑这件事 其实过往我们在精神疾病的范畴里面 我们会针对于不管是犹豫 不管说是遭遇 不管说是任何一些思觉失调等等的 我们都有给他做琢磨 那甚至说在各大的媒体上 我们也不乏会看见有这些例子的存在 可是呢焦虑其实也是精神疾病当中很重要 也是很常见的其中一个现象 但是相比来说 它蛮容易被人家来忽略的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其实我想花一点时间跟你来聊聊 关于焦虑这件事情 一开始我先送上一点比较可爱的歌曲吧 这首歌曲是叫做Fireflies 来自摩托银城市的歌 放松着温暖的声音 随时背伴着你 94点3 你最好的麻吉 好 节目最开始的直接呈现呢 当然是要来告诉你 对于焦虑症来说 它会很常出现像是广泛性的焦虑症 或者是惊恐症 强迫症 或恐惧症 以及创伤或压力症候群 这一些呢 其实都是所谓的一个焦虑症 那另外还有一个 这个广泛性焦虑症 其实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比较常见的来说 就是自律神经失调 它会不断对于未来的事情 感到有过度的一个担忧 忧郁是对于现在嘛 它现在没有力气 它现在没有办法来做处理 这是对于现在的部分 但是对于焦虑来说 它是把未来的很多东西 拿到现在来做担心 它能拿到现在来去做忧愁了 那这个它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别存在啊 好那其实根据焦虑的这样子的一个学说来说呢 其实在今年这个七月左右啊 这个在三军总医院的精神医学部的主治医师 张成佳医师呢 它有针对于广泛性焦虑症的患者 那这个广泛性焦虑症呢 我们会俗称它叫做GAD哦 那针对这个部分 它说有蛮多的一个事件活动 它可以小到 就是平常在学校或是工作的生活 大到你在工作上的期待 你这一些它都会有一个预期性的过度焦虑 或者是担心 那经常会处于一个高度的紧张当中 比较难放松哦 那它当然哦 容易就会有这个焦躁不安 颤头头痛等等的一个紧张性反应 那也相对的 你是不是在紧张的时候 你的手会不会开始乱抓乱咬啊等等 所以自然了 你的皮肤可能也不会太好哦 上面都是坑坑洞洞的一个巴哦 这样子好像似乎不是那么的妥当 对不对 那这个是对你说外在的部分 它会影响啦 那另外呢 其实还会影响到 这个呼吸急促啊 心悸肠胃肌肉 这一些我们原本可以控制的 这些自律神经失调的一个症状哦 关于自律神经呢 它指的其实就是交感SNS和副交感PNS 两大的一个神经系统哦 人体大部分的一个器官 其实像是心脏 都是受到这个交感和副交感的神经系统 两个的双重支配 那也因此呢 这个神经系统无法受个人的意思来去做控制哦 所以说呢 称之为这个自律神经系统 当交感神经的系统负责 使心跳加快呼吸急促 或者说肠胃消化变慢 与增加肌肉张力等等的一个功能哦 使人处在一个绷紧的一个状态上 以应付紧急的一个情况 那相反的呢 副交感神经的一个系统的作用 能使得心跳放慢 呼吸减缓 也能促进这个肠胃的一个消化啦 以及减弱肌肉的一个张力 让人就是比较放松一点就是了 不过呢 在近期的一个临床研究上 其实发现哦 广泛性交流症的一个患者 他呢 和平常人比啊 会比较多呈现出 心脏的一个 副交感神经活性减弱 或者是交感神经过度活化的一个 自律神经功能失调的一个色彩 所以说广泛性焦虑症的一个终身盛行率 大概是5%到8% 而在焦虑症的门诊当中 大约有25%的患者 他属于广泛性焦虑症的一个急患 那么在临床上呢 就被诊断说这样子的一个急患 他的个案中 女性大概又比男性 还要再多了一倍哦 那另外呢 发病的年龄 其实比较难去厘清哦 因为他多数在20岁到30岁 才会开始来寻求医疗的一个帮助 那病患一开始呢 都会聚焦在身体的一个症状 那反复的进行各类身体检查 但是通常会查不出原因来 结果就更加的一个焦虑不安 但是其实啊 你从这个身体的方向来去做检查 其实也是对的 因为身体跟心理本来就会互相影响嘛 你首先你要先排除 你身体上的一些病痛 确定没问题了 我们再往心理的方向来去 所以我认为啊 不管是生任何生理疾病 或是心理疾病 其实它都是同样道理的 我们在生心理疾病为主的一个疾病的时候 当然我们表现出来都是在心理上嘛 但是说它在生理上也是有影响的 所以同时间我们也要来做治疗 那么在生理疾病上呢 当然我们要用一些药物啊 我们要用一些相关的方式 让我们的身体赶快复原 但复原之后 有时候会对心理产生一些压力哦 或者是说会造成一些伤害 那这个也都是来需要复原的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吧 我觉得任何一项疾病 它都会对我们的身体跟心灵 去造成很严重的一个伤害的 所以当你在这个确诊 或是说你在就诊 在治疗的时候 不要觉得说好像有那么的一点shame的感觉 其实它这两个都是同时在发生的 好那么另外呢 其实焦虑症它不会 应该这样说 通常比较少会去只看到只有一个焦虑的问题 那一般来说 你这个焦虑啊 它如果没有经过治疗 它容易呈现一个病程变慢的一个慢性化现象 除了会大幅的增加其他精神疾病 恐慌症 忧郁症的一个发生比例之外 那也会增加罹患了自律神经失调 相关的一个心血管的一个疾病风险 那比方说 在大规模的这个流行病学研究呢 他们发现了焦虑症的患者 增加冠状动脉的一个疾病的风险 其实比正常人高上了26% 新人性死亡率达到了48% 那虽然呢 及早的接受这个治疗介入 将可以改善焦虑以及身体的一个症状哦 减低或者是其他疾病的一个风险啊 这边都有相关的一个说法 但就是提醒大家说 发生有问题的时候呢 可以先从及早的治疗来开始 但是所谓的治疗 并不是只有用药物 或者是说不是只会有药物哦 它其实是有好多好多的方式去并行的 你们想想哦 一场很棒很棒的棒球赛 想要赢 不能只靠投手跟打击手 对不对 你的捕手 你的个雷手 外野内野的人 是不是都要团结合作 要有一些默契 而且除了默契之外呢 他们也都要有各司其职哦 你总不能把擅长外野的人 把它放到了这个投手球上吧 这样好像不太对 对不对 所以他们是一整个一个团队的人哦 他们就是会同时这样来进行 只是会有更适合你的一个方式 比方说可能 你可能棒球一直都打得好 你是没有办法打到球 但后来你才发现说 原来你不是说在这个打击上 是有天赋的 但是你在封杀 你在这个二累三累 这些比较重要的累包的时候 你可以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每一个人到你这边 你都可以完全的把它封杀三阵掉哦 那这样子是不是就代表说 其实你只是不小心摆错的地方 那这一些治疗 就是帮助你去找到你原本所拥有的优势 把它找回来 让你回到你该该胜正适合的地方 但不代表你就要放弃投手 你还是可以借由不断的练习 来让你自己提高你的打击率哦 好 这一些其实当然都是透过练习而来的 我这样子比喻 不知道你会不会比较清楚呢 我这样子比较多了 我这样子比较多了 好 关于说我们节目之前有来聊到一个 这个DSM5 它有针对于这个各大的一个精神疾病 来做了各种的分类跟说明 对不对 那么其实在这边 它也有做了相关的一个特点 它说如果要诊断是广泛性焦虑症的话 要符合一些特点 还有一些症状的出现才算是哦 不过在这边呢 我们先稍微听个歌曲 让身体喘一口气吧 毕竟这么样沉重的一个内容 你一直一直听下去 其实对自己的身体 也是不是那么的好啊 我们先听一些歌曲 让自己比较冷静一点吧 好不好 来 我们听到这一首陈启珍的歌曲 表面的和平 每一步都为了所爱的人前进 每一处都留下你认真的身影 也是人静的光影 听听高雄的声音 FM943陪伴你 妈 滴滴老师上网 这样很容易沉迷耶 放心 我有注意他的上网时间 浏览网页和玩的游戏 老师说过度上网不仅伤眼睛 不好的网站或游戏 对身心也有不良影响 除了关心孩子上网 最好还能一起做健康休闲活动 这样上网不担心 还能增进亲子关系 让我们努力为孩子 营造安全 可疑 合法的网络环境 你在想什么呀 不妙 你之前有个书记的呢 我放去拜带了 就算我去跳带了 啊 阿妹 做不得咯 拜托给书记的 从天起都会拿去飞食哦 没错 所以有点书记的飞食 配合自己的通信文师 不做的飞食 人家没做到购问 纸眼飞食杀飞食 按照不但将做的游戏 纸眼浪费 又不会无奸TQ哦 你会细细去留给人家 嗯 飞书记的 老从天起 要记得飞食哦 好 真言反报数 提醒你 尊重多元性别 共创平成世界 大家好 我是正义农 你现在收听的是 高雄广播电台 FM94.3 AM1089 你有想要戒掉的人吗 或者说 你有想要落戒掉的 一件事情吗 我们通常啊 想要来戒掉一个习惯 我们想要把一个人 强制的从我们的回忆里 登出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出现一些 戒断的症状 比方说 每天即便只有喝 100cc的这个咖啡 但这一些咖啡因 就足以让你 在断掉咖啡 24小时到48小时之内 让你可以有 这个咖啡因的 戒断症候群 通常你要必须 再服用咖啡因 你才能够再复活过来 嗯 其实啊 好像人性都是如此 对不对 我们要把一个习惯 给改成过来 本来就是有 那么一点的难度吧 但是 我们现在 过了这么久 这么久 以前我们都会说 直接一次到位 我们就一次 什么都不测 我们就忍 忍21天 三个礼拜 我们就过去了 但事实上 越来越多研究发现 你要把它 长期的戒掉 其实 你可以慢慢来 不用急 你可以从 这个可能 每天 一杯咖啡 慢慢变成是 两天 三天 一杯咖啡 最后变成 一个礼拜 一到两 对哦 那 其实像咖啡来说 也不用完全戒掉啊 对不对 因为咖啡呢 其实 它在 适度喝的时候 其实除了说 你可以消水种 你可以美白 还可以促进 你的这个新陈代谢 你看有没有很棒 所以其实 一个礼拜一到两杯 这个量是OK的 但是 其实有同计 有这个 成年人 尤其在 这个过了更年期以后 就是 饮用咖啡的量 一天 不要超过 400毫升 这样子 是比较对的啊 这边提供一个 小小的消息 也给您哦 好来继续 来收听到 FM94.3AM1089 这里是玻璃星球 我是马仕 在之前我们节目中 会聊到非常多 跟精神疾病相关的一些困扰 或者是说 有一些 亲自 有罹患过这一些困扰的朋友们 来到节目中 跟我们分享 但是 我们好像常常会忽略一个东西 就是所谓的焦虑哦 其实焦虑 它伴随着好多好多的一个症状出现 那么DSM之五 这个国际来通用的一个 对于精神疾病诊断的一个说明哦 那上面有说到 如果我们要诊断出一个广泛性焦虑诊 要符合以下几个特点哦 首先就是说 针对许多的事件或是活动 它可以是身为自己的工作表现 或是小孩在外的安全 会有过度的焦虑跟担忧 至少六个月的期间内 那有症状的日子 会比没有症状的日子还要多 那么个案认为 这些都是难以控制的一个隐忧啊 也就是说 它没有办法不去控制自己 去想这一些事情 那通常呢 它们还会伴随着 以下的一些症状 那这边是稍微简单的跟你提一下 如果说 你有符合这些症状超过三项以上的话 其实会建议你 透过一些医疗的管道 来确认自己是不是 也有这个广泛性焦虑的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哦 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 那是并不是医生 我们的节目 也不是万灵丹 请你透过正确 有受过医疗训练的人员 来进行相关评估 马氏提供这些资讯给你 是让你可以来做一个 建议的一个判断而已哦 来 首先 如果说呢 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坐立不安 或感觉紧张 而且心情不定 或者你容易疲倦 另外 你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 脑筋常常一片扣白 容易生气 肌肉常常紧绷 甚至是睡眠障碍 呃 比方说 无法入睡 或者睡眠瘫痪 那或者就是说 这个睡眠不满意哦 或者睡过多 这些都是有的 嘿 这些呢 如果你有出现这六个症状当中的 其中三项啊 哦 那就要提醒你 可能要尽早的来查询 医疗人员的管道 可能对你的健康会是比较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 好 那么另外呢 呃 在DSM5上面 他还有记载一个 就是关于说 对于焦虑 忧虑 或者是伴随的一个身体症状 已经严重到 影响你的这个患者的一个日常生活 人际关系 职业功能的 还有呢 呃 这一些的症状 你不是因为酒精 或是咖啡因的阶段 或者是身体疾病 比方说 假装成这样抗劲 所造成的 好这些也都有这个焦虑的问题 那患者的症状呢 你不能用其他的这个精神疾病 单独用他们来解释 比方说呢 呃 这个呃 像是以恐慌症来说呢 呃 用恐慌症来说 来去解释这个焦虑 其实 还有一点落差啦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就不是那么的OK了 好 这些相关的资讯提供给你啊 这些相关的资讯提供 好 那么另外呢 我们前面 其实我花了一些时间来简单的跟你聊了这个自律神经 对不对 但是其实关于自律神经的一个失调 我们还没有办法 呃 好好的去理解它 就是简单来说 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呢 他们没有办法因身体的状况来互相调节 这个就是自律神经失调 那是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 他们的作用是相反的哦 会配合身体的一个状况来自动的调节 来比方说呢 交感神经它会促进血管的收缩 副交感神经呢 则是让我们的血管来收压 那这个舒张啦 那以特性来说 交感神经 那这个副交感神经呢 就类似刹车 所以把它相成一台汽车 我们右脚呢 随时都要踩着这个 加油的这个交感神经 以及刹车的副交感神经 那我是不是都要不断的 我们转动方向盘修正 至于我们的车速也都要调整嘛 那么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呢 就像是这个油门啊 这个踩到了 这个跑车 比方说我们使用了这个 法拉利的这个跑车的 这个油门 踩上去 结果撞上捷安特的刹车 两个没有办法调节 久而久之就会呈现了 大大小小的症状 那就如同我上面跟大家所说的 容易疲倦啊 肌肉紧膨 注意力不能集中 这一些甚至是易怒 好这一些都失了 但是呢 它变成了症状之后 它到底有哪一些症状啊 其实呢 就是关于我前面说的 心脏肺 食道 胃肠 肝脏 肾脏 肾脏 膀胱 甚至到达你的生殖器 内脏 还有你的汗腺 内腺 血管 这些通通都有影响 趁着连骨骼多汗 肠胃功能不佳 全身倦怠失眠 好这一些其实都是会影响的哦 可是呢 就会有人说 这个不是人类一开始出来 这个自律神经 呃 它是先天的吗 还是说 它是后天造成的呢 其实两个都有哦 我以前在看这个呃 公共频道的时候 它有针对于狗狗 来做一个研究 就是说狗狗 它可能在被遗弃之后 后来它被 呃 新主人所领养了 但是我们常常会在 节目上 或者说我们在其他的影片上 我们都会看到 这些狗狗 或者这些猫 它会很黏 它的主人 只要一不见 它们就会开始叫 或者就是开始担忧 对不对 它们就会说 好像是想到 以前被抛弃的 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啦 那这个 三十后天了 可是呢 它也有说到 有一些先天的狗狗 诶 它刚出生的时候 就在一户人家里面 过得很幸福很快乐 那这一户人家 对这个狗狗也很好哦 可是呢 每次狗狗只要出门的时候 我们都不是说遛狗嘛 在通常遛狗的时候 狗狗都会走在我们前面 对不对 然后有的时候呢 它冲太快 我们就好像 会被它遛一样 整个就会冲出去 对不对 但是呢 在这个状态上来说啊 它说那是狗狗 往前走的三次步 就会回头看看 主人还在不在 其实这个就是那一只狗狗 它先天 其实是比较容易 焦虑的是它的先天性格 你想人都有这么多 千千百百种的性格了 何况动物不是如此 何况我们人也是动物嘛 对不对 所以说呢 罹患自律神经失调 罹患广泛性焦虑 其实它就是环境压虑 加上先天的性格 就会导致是自律神经失调的一个主因哦 它其实是很奇妙的一个系统嘛 因为有医师来说 虽然它不受大脑控制 可是它很容易受到大脑作用的影响哦 哎这句话 怎么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对不对 我们没有办法用大脑来控制自律神经 可是自律神经却会受到大脑的影响 来这边呢 医师他有举个例子给我们大家听哦 他说呢 我们的交感神经是不是就会开始加油 会让我们很兴奋 不安或者愤怒的时候 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会不规律的亢奋 那如果悲伤或者情绪低落的时候 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的一个作用 它都会受到抑制哦 那如果长期面临压力 而且处于疲劳应付的状态的时候 就会有很强烈的一个情绪 那就会让你来影响到这个自律神经哦 但如果说你是先天一号型性格 个性追求完美 那或者呢 你是高敏感人 过度敏感的人呢 你有这些外在的环境 加上你先天的个性 其实时间一久 你的系统就会像失去弹性的橡皮筋一样 功能自然就是欠佳了 但是这个还只是自律神经的部分 我们还没有算上身体的免疫力 身体的健康 营养这些系统哦 这些如果计算上去的话 其实那是不小的伤害哦 在这边也就是提供给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让你来做参考 希望这些资讯 对于自律神经 希望对你有帮助啊 那至于这边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一样 最后来听个歌曲吧 下一个阶段的节目当中呢 我有找到在香港有一个 这个社府团体 它叫Mind Hong Kong 它是专门来处理港人 他们在面对忧郁 或者是说 在面对一些精神疾病的时候 他们会来做一些相关的统计哦 那在这一个协会官网 他们上面又写了一套 就是说 他要如何来应付焦虑的一个情绪 等一下 我们再来看看 关于这个协会 它统计了香港人的行为研究之后 他们会怎么样得到一些的歧视呢 我们这边听到这个IU的歌曲 一天的尽头 我刚刚让你听到的歌曲 是来自于小贵 欢哄声 忘了怎么快乐 你已经忘了怎么快乐了吗 其实 坦白来说吧 我自己面对快乐这件事情 其实也不是处理的那么的好哦 其实对于快乐来说 真的是一门很难深的学问 你说是不是 但其实还是要告诉大家 对于快乐 它可以很简单 它可以非常的接近我们啊 不要把它想的那么的难哦 深夜时间 你睡了吗 如果还没睡 跟你说一声辛苦了 我会继续在空中陪伴你 如果你是新来的 你准备要出门 你有一些事情 你有不得不的理由 你必须在这个时间行着 我要跟你说辛苦了 我也持续地在空中陪伴你 而如果 你在听着我的声音 听着听着 没进入你的温柔梦乡 我想这是我的荣幸 也希望你能有一个好梦哦 刚刚呢 在上一个阶段那边 我跟大家来讲 这里要来讲到Mind Hong Kong 这一个社服团体这里啊 他们来讲到说 这边怎么样来进行这个 焦虑情绪的使用 其实人类啊 在自然的反应定律 就是回避哦 但是在面对的时候 其实可以选择 和信任的人倾诉 亦或是说 深呼吸 听音乐 做运动 写日记 均衡的饮食 亦或 就是说 来安慰自己哦 这一些 其实都是一个 蛮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么尤其 在深呼吸的时候 其实也蛮不错的 嗯 我会建议大家 我们可以找一个平坦的地板 把它躺下来 那 你把你的双手 放在你肚脐 稍微上来一点的地方 双手 交叉的 就我在那边哦 那你在吸气的时候 呃 我们吸气的时候 肚子会有点上来 对不对 我们控制 让它吐气的时候啊 呃 我们让我们的肚子 也是往上凸的 但我们的手 给它施压 用力给它压下去 这样子其实是放松压力 蛮好的一个方式哦 而且另外如果说你睡不着的话 用这个方式 可以改善你的呼吸的循环 可以帮助你更容易入睡哦 那呃 它出来的话它就会让你是去控制 或者是会有心脏的问题 或是有昏厥的一个可能性哦 它就是说会在突然之间让你陷入极端的焦虑 那这个有时候会是在深夜的时候出现 但什么时候出现其实没有办法知道 但它来得快 去得也快哦 通常维持大概是五分钟到二十分钟哦 但是呢 你的症状呢 通常会在前面十分钟是最为严重的哦 那有的人他的恐慌突袭会有一个小时哦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话 那他会有很大的一个连续性 会出现一个很强的一个焦虑感啊 那这个呢 他的复发次数也是因人而异 但如果说你已经连续两个星期里面 已经出现了太多次太多次的话 其实真的是建议你要来搜寻相关的一个医疗管道哦 那如果说到时候你真的选择了这个医疗管道 我也会跟你说你很勇敢 不要害怕这件事好吗 这件事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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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不是神 我们也不是圣人 我们更不是什么地方是神 我们只是好好的 对我们生命负责的人而已哦 我相信这些这些在未来我们都可以过得更好 歌曲当中跟你说拜拜咯 晚安 我们再会